大家晚安 从今年的春雨开始 一直到现在梅雨季节 其实全台各地的降雨 都相当的不理想 导致目前其实很多水库 都已经在拉紧爆了 不过一则一则一则一诱的是 在下个星期 就是从明天开始 未来一整个星期 受到水汽的一路影响之下 预计会有连续降雨的情况发生 可以稍稍接水过的课 但是预计也会带来 比较强的降雨 务必要顺防 可能会有一些灾情的情况 要特别提醒您 如果您家中 真的已经很久没有 好好检查排水设备的话 务必要趁着未来两天 天气状况稍微稳定点的时候 赶快检查一番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卫星云图 今年第五号台风 马力士台风 接下来已经开始北转 并且要逐渐转往 日本东方的海面前进了 所以对台湾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而今天虽然说 在中部以北地区 有些地方下起了 比较强的午后阵雨 但是都是因为热力作用 热对流发展起来的 一些午后阵雨 跟台风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而现在在中国南方 还有一波浮面雨漆 正在逐渐的靠近台湾 预计明天 礼拜一就会通过台湾了 导致全台各地 受到这波浮面雨漆的影响 有降雨 而礼拜二降雨 稍稍的趋缓 但是很快的 到了礼拜三 西南风增强之后 会带来大片的云雨带 往台湾的方向靠近 而且这片雨雨带会持续的滞留 在台湾上空 预计一直到下个星期一 都是持续顿断 是有一些水气 移进台湾来的这种天气形态 所以礼拜一会下雨 但是雨时并不是非常的大 礼拜二降雨稍稍趁缺缓 而到了礼拜三之后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预计全台各地 每一天都会有 非常明显的强降雨的情况 特别提醒你要多加留意 这样子连日强降雨的状况发生了 所以我们进入来看一下降雨分的分布图 安提过了明天礼拜一 是受到微弱封面雨气的影响 因为它的结构并不是很好 所以虽然说有降雨 但是都不是所谓的强降雨的 虽然说全台湾各地都有雨 但是雨时并不会非常非常的大 而到了礼拜二 降雨逐渐的趋缓 礼拜二可以说是未来这几天 天气最好的一天 所以如果您有要安排一些户外行程的话 建议您把握礼拜二相对稳定的好天气 而到了礼拜三礼拜四 大家可以看到红通通的一片 降雨非常非常的明显 就是受到西南水期带来的一些雨 带移入台湾的影响 而且预计是整个西半部地区 然后还有山区 都是主要的降雨热点 预计这样子降雨的情况 刚刚提到了 会从礼拜三开始 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左右 所以端午连续假期这三天 天气状况也是相当的不稳定的 所以特别提醒您 接下来这段时间的安排活动 都要以室内活动为主会比较适合 而地外地区也要顺防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淹水的情况 山区更要留意连月降雨 很有可能都会造成一些 土石崩落的情况发生了 好 所以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还有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主要就是受到风明雨系 逐渐要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起雨来 甚至有机会出现一些打雷 下雷雨的情况发生 提醒您明天外出 千万要记得洗带雨具了 所以最后给大家点滴名跟建议 明天就是受到微溶风面雨系的影响 各地都会有一些降雨 礼拜二降雨上升了趋缓 会转成一段比较好的天气情况 预计礼拜二会是未来这段时间 天气最好的一天 大家要好好地把握 很快的礼拜三 西南水气就要大局的北上了 而且会持续滞留在台湾上空 预计从礼拜三开始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 全南各地天气状况都相当的不稳定 都有机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 这个地真的要盛防连续数日大雨的情况 预计有机会造成一些地外地区 淹水或者是山区土石崩落的情况发生 大家一定要赶快地提前做好准备应变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期待的播报